雪山之巅的独行侠 要说最难拍摄的动物 雪豹绝对算一份 它在1775年就被命名 但是在近200年后才被拍摄到 自此被我国藏民视为圣物 被印度人视为幽灵的大猫 才逐渐被揭开神秘的面纱 雪豹生活在高海拔山地 除了发情期外 都是独来独往 潮汐和巡视路线基本固定 自带山地吉利福 靠偷袭高原动物填饱肚子 一次吃饱一周不饿 雪豹还是吃草最多的大型猫科动物 但若高原生态继续恶化 它们很可能连草都吃不到了 随着过度放牧和气候变暖 雪豹的生存区域和食物越来越少 再加上部分莫名的暴富型猎杀 以及当地流浪熬犬的泛滥 它生存状况早已不容乐观 作为高原生态系统的自食性物种 做雪豹消失就意味着当地生态链的崩溃 到那时人类也无法独善其身 保护雪豹就是保护你我